玄关转进来之后就是应该客人来的时候 最常聚会的一个算是公共区域了吧 是 楼下这个楼层 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来 融到我们所有的宾客 那这边有看到一个中导区 然后主体是我们的一个 很长的一个用餐的长桌 这个地方 对 如果人还不够做的话呢 我们还有后面的泡茶区 还有四个位置 所以如果这样全部加起来 这个用餐区可能最多可以通知 通常16号18号 套茶区其实 业主当然他有一些 简单喝茶的兴趣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为了 增加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 座位的数量 有这么大的餐桌还不够啊 对 希望把这四个人 如果餐桌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这里一样可以做用餐的人 这样子 对 那我们在这一块泡茶区所使用的材料 也是延续我们整个空间自然的一个特色 包括我们用了幽木的这个材质呢 来让这个空间形成一个比较有包覆的感觉 那在这一段的主墙呢 就是我们茶具的柜子的部分 我们的概念上呢 是希望说能够用一个比较出面材料 来对比我们比较细致的这个铁件的部分 对 跟一个悬空的厨面 好 这个我觉得我在猜啦 泡茶区应该是比较属于男生 然后男主人客人的区块 那女主人的区块应该会放在厨房咯 对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那当初在月子公文过程中 女主人特别的强调说 希望她做菜的时候呢 能整个面对我们那个背后的一个山景 所以当初在选择的位置 把中导的部分呢 往这个方向拉 让女主人能够面对外面的山景 然后一边来做饭这样子 OK 那当然 因为五丈女主人其实还蛮讲究的 所以她在喝水上面的要求 虽然是在设计上看不到 可是她是一个重点 饮水的需求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整个非常注重一个养生的风气 所以为了因应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在水质上也特别 为业主引进了一个 德国的一个进水系统 她从不管是喝的水 或者是甚至洗澡的水 都是经过整个一个进化的处理的 OK 接着我们来到楼下 最主要的一个宴客区 就是她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真的容纳 你刚说试到12个人不成问题了 是 因为这个餐桌呢 它总长了大概到 330公分的一个长度 对 而且我们选用的一个白色 大理石 希望做出一个所谓白石宴的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很轻松 然后很愉快地可以在这边用餐 包括我们现在在餐桌对面看到的 这个端井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一个 面对一个很好试验的一个房子 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希望能够加进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面 让这个镜面不锈钢的一个材料 能够反映出外面的一个 唇下求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天空的一个温度的颜色来 OK 所以不是用整个镜面去直接反射过来 而是有点隐隐约约的把那个美感 透过局部去把它反射出来 对 而且它这个地方 因为它每一片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反射出来的那个光线或折射角 会很不相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